我們會把瘋狂的概念放在歷史上的歷史上 它已經掉了 由於角逐共和黨2024美國總統大選提名的參選人 受到參議員恩斯赫邀請 三號前往愛荷華州參加烤肉騎行 與民同樂 不僅和選民拉近關係 也拉台自己黨內紳士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副手彭斯也來到會場 一上台就毫不留情炮轟拜登政府 參選人們在台上將拜登政府的各種政策批評得體無完膚 在乎危機更是讓他們找到了很好的打擊點 共和黨的選前大會師當然集結起來炮轟民主黨是激進左派 共和黨籍企業家拉米斯瓦米更是將矛頭對準中國 表示會讓美國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而共和黨黨內也趁此機會 要求每個參選人簽署承諾書 必須支持黨內最終推出的總統候選人 不過仔細一看怎麼目前黨內聲勢最大的前總統川普 沒有現身 愛爾華州作為總統提名程序第一個開始投票的地方 對角逐白宮寶座至關重要 川普這次缺席 讓黨內聲勢緊追其後的迪尚特 多了一次展落頭角的機會 是否會影響未來選舉走向 有待選民給出答案 靜新聞蔡總穎 陳思穎 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 感謝細lax